众人七手八脚 大家一起帮忙组长穿上防护衣 因为最近武汉肺炎的疫情 持续威胁大家 爱恒企能中心的各项 卫生消毒工作也都提升等级 仔细一看 除了个人防护衣以外 手套过滤口罩 眼罩以硬俱全 就是要做到滴水不漏 万无一失 爱恒企能中心 长期在帮助这些身心障碍者 成为社会生产者的同事 因为碰到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 让我们也碰到很大的挑战 因为这些身心障碍朋友 相对身体也比较虚弱 那我们也有一个慢配合披补工厂 要面对社会大众来这里 淘宝来寻找二手商品 那第一个我们会碰到 二手商品因为来自各种不同的地方 我们担心会感染 第二个因为这是一个开放的场所 我们也希望来到这里的客人 也能够无后顾之忧 不过这些物资虽然不贵 但对平常就仰赖捐款的爱恒 企能中心来说 还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因此董事长戴要塞 打电话给新竹市救济会求救 没想到对方一口答应 周末假日还特地过来送红包 让戴要塞倍感温馨 现在在这个武汉疫情的那个非常时期 那个爱恒体制中心的那个 带董事长打电话给我们总干事 说要那个希望我们能帮助他那个防疫的一些器材 那我们总干事就马上就答应说 好这个没问题 这个是防疫的工作是大家都有责任的 应该是前几天吧 然后戴老师打电话来讲是说 他们这些孩子跟这些环境的话 都需要这些防疫的东西 但是目前来讲他们都缺乏 而且之前用那个最比较传统的东西都不好用 而且对安全的部分的话 更没有达到这么有效 所以他们急需要一些 就像你看看我们赖老师这样子全副武装的话 其实戴老师对孩子 这些学童都很贴心 他们也一定要保护这些孩子 所以一定要有这些配备的话 才能够保护得住我们这边的人 所以我们一定赶快希望他们赶快 为了他们的安全 我们还是要赶快配合 救急会强调 平常救急会就常常举办活动 捐赠弱势民众生活物资 这次接到爱恒请能中心的电话 当然善心一举就不落人后 也希望可以抛砖引玉 鼓励民众一起帮助社会上的弱势团体 就算在防范疫情的期间 社会上也是处处有温暖 凯波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